雷炆 Hello 各位朋友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是8月2號 下午3點半 其實我們很趕急 今天在7點之前 就應該完全準備好 Ernest 就能夠上載Youtube 讓大家去參考 這個道上去明白 上年期第十九主日 教會的祈禱 以及所算的讀經 其实今天都有一些压力 因为时局很紧张 Ernest说香港的股票 跌得很紧要 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不懂 不过今天的讀经的反省 都给到我们很多这些可以说 没有事情在这个世界不过去的 有展望的是天上荣幸的隔阳 怀着信德去生活 因为人是因信德而生活 我们都是世界的和平祈祷 现在我们用习土经 十九主日的习土经 去开始今天的蹈伤 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在圣神的教导下 才敢清理为父 求你在我们心中 培育你意志的精神 彼得不堪当承受你祈祷的产业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是为一天主 是为一天主 永生 永恶 那么在这个第三页下我们的power point 我们的pdf档 都有提出了 革节十二章三节 和加拉大书四章六节 都有影响这个经文 是怎样呢 除非受圣神感动 没有人能够请耶稣为主 同样为证明你们天主的子女 天主派遣自己意志的精神 来到我们心中喊出 阿爸父啊 所以圣经的这个讨文的第一句呢 就引用了了 他说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在圣神的教导下 才敢请你维富 所以求你在我们心中 培育你意志的精神 让我们能够堪当承受 你许乐的产业 这个字眼都很重要的 本来培育这个字 在拉丁的原意 是使他漸漸地 完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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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文呢 很难译啊 那就是 你说用栽培呢 培育呢 其实 这个意志的精神 有讲了意志 怎样用意志 是过计的 耶稣分给我们 耶稣分给我们的 耶稣是真子 真天主子 那我们呢 是拔耶稣的沙尾 而成为 天主的子女 好了 那这个也很重点呢 就是说 天主要使我们这份 做祂子女的精神呢 是要慢慢地完成 完成 達至圆满 遵于自善的 就是不是一刹那的 所以我们都继续要靠着 聖神的教导 在我们内心 不断地可以说 心花 生活上的 慢慢地改变 完成 以至 堪当地去承受 这个所许乐的残念 这个也有点燃 八郎 是啊 是吧 天主许乐他 那天主这个许乐 不会收回的 那我们都得到天主所许乐的 这个天上的产业 荣幸的产业 天国的产业 因为子女得到的是什么 爸爸的产业 我们清天主作父亲 那我们都会承受父亲所给我们的产业 那这些呢 那我只是念 我们要坐在祈祷默想 让圣神继续感动我们 使我们清天主为父 让圣神我们心中的运作 去强化 发展 去完善 我们作为天主子女的 这份精神 甚至到呢 有一天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天主所持的 他许乐的残念 那其实呢 和今天我们读的《读经》有很多关系 是有关系的 读第一篇《读经》 是的 《希伯来书》 第二篇《读经》 甚至《读经》 《读经》 也很有关系 还有值得知道 记得这个《习土经》 也都在今天 《黎撒书》的复活期 第二周 星期一 用的同一个《习土经》 就是刚刚过完复活节 八天兴旗之后 我们这样祈祷 是啊 到今天我们在常年期的终断的时候 又再要记得回 我们继续这样的祈祷 因为我们能够参加《读经》 《读经》 就是我们不断体现 我们作为天主子女的 这份生活 所以不参加《读经》《读经》的人 很可惜 因为你没有和爸爸一起的那种生活 你和爸爸的交往 那么脱离 或者说那么疏离 其实你享受不到 做天主子女 那份的喜乐 都不能够 可以说 及时的享受 这个和天主一起的 那份喜悦 那份真是内心的满足 OK 那我们看看 俊唐荣 上主 求祢回顾祢所立的文药 永远不要忘记 祢困苦者的性命 天主 求祢速来审判祢的案件 不要忘记那寻找祢者的呼声 俊唐荣 和领主荣 在俄马教会很特色的 都是用圣经的 尤其是 用金句来默想 是用金句来默想 尤其是领主荣 所以再提一次 我们有时候 不要乱乱用那些歌 就 行行 山山 这样就取代了 教会所算的 俊唐荣 或者领主荣 至少和祢有些文药 天主 祢回顾祢立的文药 不要忘记 窮父者的生命 哇很漂亮的 是啊 你不会忘记 尋求祢者的呼声 天主不会忘记 天主不会忘记祢爱我们 他和我们之间的文药 好啊 那跟着呢 我们会读 很长的一些 应该说不是读 是反省 那 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就这样过一过去 未必你要逐条去看 给你自己的机会去看 好了 现在第五页 应该是第四页 是啊 为我们介绍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我们也值得记得一下 我们所领受的基督信仰的 全城 首先呢 76号 很重要的 是啊 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回到圣经怎么写成 是啊 这点呢 都是教侮道者的时候 对自己最大的啟發 特别福音呢 是啊 是口传的 所以福音的内容 故事很短的 很适合你呢 就是 讲故事的形式 那跟着不录了 那要记下来 76成书 嗯 所以要记得那个过程 那 口传的本身 当然是中途听了耶稣的口传 然后他们中途都再口传 以至成为主 这个口传的本身 不是为说话而说话 是都面对着基督徒信仰的徒生 嗯 使人呢 认识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成为耶稣的门头 嘛 那因此缘故呢 你可以说呢 嗯 嗯 有两只脚 是将基督的这个讯息 或者救恩的内容 那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说 口传的 是 是 第二个是什么 不禄 那我们就看看 第五页 那 口传的 是的 我们叫做圣传 是的 自然出现一个名字 自然出现一个生活 是的 是不是 圣传是包括教会的教议 生活和敬礼 本身所是 和所信的一切 记录下来 传于万世 哎 你有些事情 就是活出来 是的 教会怎样生活了 活出来 是个生活本身 那第二是什么 成文的 不禄的 我们讲的 圣经 是的 圣经 就是不禄成书的 是的 那这个教务导者 都是 其实我们今天的教务导者 最欠缺的 是圣传的部分 因为很多次呢 我们只不过呢 是教这些成文的东西 是的 以为信仰就是一本书 是的 而且呢 就是有主题式的 耶稣的奇迹 耶稣的奇迹 耶稣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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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叫耶稣 那他就搬了大套 几年几月几日 那边都穿了 哎呀 不好意思 随便我和耶稣一起生活 嗯 我能够真的接触到活生生的耶稣 以致我和他建立了一种 师父徒弟的关系 成为他的门徒 嗯 不单是师父徒弟 而且我是他的人 嗯 那他是我的主 那这个是很不同的关系 那所以呢 聖处就是这样 是的 譬如我举一个例 你讲教会讲什么都好 你带他来星期四 星期五 我们和他的行动 你见得到呢 教会呢 就好像耶稣那样 愿意和一切人 成为一切人 成为一切 和他们做朋友 我们探望的家友 无论是牢叔的 执子备的 或者是那些情结工 我们和他成为了朋友 或者你去一下 胡神父那里 哪里 深水埗 这个是什么 游戒王 游戒王 是啊 那你去tour 这个新地tour 你真的看到活生生的耶稣 你参加尼撒拉 你看到整个的家 在天主台前 在耶稣这个领导之下 怎样呢 去分享他的生命 怎样呢 可以说成为基督的姿体 所以 不要停留在书本 因为书本要是生活 生活是书本 所以呢 圣经是天主的话 上主的话 他不是教科书 不是要你用来 去做分析的 固然这一切都要 但是这一切最后要你的了 是听到天主对你自己说的话 嗯 好了那这些呢 让大家呢 去继续看了 是的 比如80条的话 圣传与圣经 彼此紧动相连相通 两只发着同一的神圣的传缘 天主自己 圣神的感动 而且呢 其实是同一件事 邁向同一目的 是的 好了 那我们看看了 哇 那跟着呢 在第81号呢 他说圣经是天主的话 因为在圣神的默感之下写 至于圣传呢 就保存了主基督和圣神 托付给中途的天主圣言 还将他完整地传授给他的继承者 在真理的光照之下呢 能够宣告五 和将天主的话 终实地保存 陈述和传言 很简单 连圣经有多少部书呢 都要在那个圣传里面念态的 就是教会在圣神的引导之下 在他所读的经书之中 在他诵的祈祷里面 认出了圣边的正典 也都认出了七件的圣事 所以这个是很清晰的 是的 好了 去到第七页了 天主教教理说 我们今天的圣经正典 教约就46卷 生约就27卷 其实呢 已经是很多的 可以说得生活里面的 譬如呢 最早呢 我们知道呢 阿大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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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有这个 可以说得正典这个这样的 的一个收录的 就是这几本书 是啊 那当然了 天主教教理 就提出了 教会正式讲呢 在几个会议里面的 就在大家见第二个注下 那麽马会议的 达马苏召书呢 这个是382年讲的 跟着呢 在斐冷脆会议是1442年 然后呢 特伦多会议1546年呢 都是确认同一个 以上的 73卷的圣经证典 不过呢 那我们要看一看的发展 是 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篇 读经 是啊 什么书呢 不是 智慧篇 智慧篇 是的 那就很不同的 好 我们首先呢 看一看 第九页 那你说我跳了 那一会回来再看吧 你自己看吧 哦 施高那个 是 那你看一看 这个啦 你说大眼 是啊 陈德鸿尚父最初做的 不要紧的 很简单 让大家知道 很简单 你可以补充都可以 可以补充 是的 真的我们看到 你应该可以补充很多 不过呢 够简单 那你看到呢 圣经 那种的分类 最重要看的是什么 譬如说 有这个 我们所讲的 是 太古史 就是人类的创造 创世纪 圣祖史 阿巴朗开始了 那跟着呢 会看到呢 他们 移居埃及 做奴隶 做奴隶 出埃及 进入福地 文长的时代 是的 文长就是 游将多些 就是一些 民族英雄 是的 到统一的 王国 杀龙皇 特别是达未典 是的 杀龙皇 那跟着呢 两个 王国分裂了 南国 北国 南叫什么 以色列 是的 你可以这样 那跟着呢 北国就亡在亚述 南国就亡在巴比伦 以至动 冲军 那波斯 王 居徒士 就帮他们 重建家园 所谓的复国 所谓复国 其实都是 under波斯 是的 是波斯帝国的 一个省 是的 那其实呢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是的 那我们看到 是在王朝的历史 是在星星 是什么呢 是 其实我们所说的 猶太的 京卷 是在这一刻 大概公元不及五百年 是 大概 大概是那个时候 这个有很多理论 是的 不过我们知道 大概这个时候 属于最终定稿 Consolidate了 还有些editing redicting 不得奪 总之 就是开始了 是的 可以说 确定 但是这个确定的日子很长的 不是一年两年的 是的 因为呢 其实去到波斯之后 嗯 由太人都散了 嗯 其实流亡巴比伦之后 就 散了 是的 是的 没有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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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军王 是的 很多猶太人 猶太人很早就和埃及來往的 他自己都曾經在做過奴隸 南國的時候是有來往的 南國、北國都經常和埃及人 經常嘗試連同愛律來抵抗一些外敵 包括阿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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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蘇 在附近的埃及很多 阿蘇最開心 因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首富 在那裡有七十言士本 什麽就是七十言士本 就是那些 猶太經驗的希臘日文 歷先說那些猶太人不認識猶太文 因希臘文化之下 在希臘文化之下 所以他們就要用希臘文去譯一些猶太經驗 必須那些不懂得說猶太文 可能已經不懂得希伯萊文的猶太人 可以 明白聖經的信息 是的 要記得這樣 七十元事本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大概是第三到 三世紀 好了 又有一個問題出現 這個時候你講多無謂 你看到不夠先知 無先知 馬拉基亞 是的 你看到先知在南北國時候最多的 大概都排得到的時間出來 衝軍回復國之後 有克戶先知和習加利亞先知 而大概最後一個先知 就是在波斯統治下 乃克米亞和阿斯德拉這兩個經司 省長的時候還有一個叫馬拉基亞先知 是的 馬拉基亞先知 大概是公元前四百年 之後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先知的話 不斷講天主的應許 但是他們的猶太人 慢慢看到先知講極講極講極 好像都很遙遠 這樣就變成了所謂的天主的代言人 慢慢就沒有了一個聲音 其實呢 先知都可以是一個系統 一個學校都可以的 是 不過呢 很老實講 廣東無謂 香港 沒有了先知的了 誰敢講的 不要講啊 有些壓力 不要講啊 不要講啊 不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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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講了什麼 那都講了些什麼 那都講了些 珠子家墳 教你做好做人 教你怎樣生活 你要講 你知道呢 寒冷都會死的 你醉生夢死 上個禮拜讀的 上個禮拜讀的 上道編 是的 去中之虛 萬事皆虛 太陽之虛 王非是孫苦 那這些這樣呢 是感化人心的說話 那這些智慧文學很重要的 一來也都因為他們接觸過很多外邦的文學 所以他們都會 外邦文化有這種交談 是 都要小心 我們看看幾張圖 你會明白很多 十一葉 這個 是羅馬 亞歷山大大帝 是的 他的版圖 他的版圖 是的 那你要經 你看看 如果當猶太人 經常躲起來住在猶太 耶路撒冷也好 薩瑪利亞也好 沒有見過世面 現在不是沒有見過世面 因為怎麼樣 被人衝軍去了巴比倫 你找巴比倫 找啊找啊 是哪裏 有啊 衝軍 還沒見過世面 那你見過了這麼多世面 還有第一次衝軍 大概在公園前 第八世紀 就去了阿瑞 阿瑞 阿瑞人 那裏 去了阿瑞 第六世紀去哪裏 波斯灣 米索不戴美 那你可以說 巴朗都那裏來的 又在那裏 去了哪裏 去了那裏 去了那個蘭 哈蘭 哈蘭 這樣還要踩到埃及 又不是由埃及又回頭 你想想 去哪裏 整天堵住在一個地方 北京 你怎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麽事啊 為我獨尊 但是你又去過太平 不是去到哪裏 你去過哪裏 你去過哪裏 哇 你又去過西歐 北歐 東歐 又去過東南亞 又西南亞 是不是去過西南亞 沒有 那你又去過美國 又北美中美 南美 去過歐洲 去過什麼 去過澳洲 去過斯里南亞 又去過哪裏 又去過哪裏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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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止非洲 又去過這個 這個什麼 紐西蘭 紐西蘭又去過芬蘭 哇 好遠啊 哈哈 那你 周圍走過了 那這個世界觀就很不同了 是啊 是吧 就是你 就是你要命在這樣的時候 所出現的思想 是蓬勃的 這個思想 都使得猶太人 對天主的認識 對天主的救恩 那一份的體驗 是擴闊了 是 廣度 廣度 深度 對天 因為 是不是 無論我做什麼 天主都繼續跟我一起的 愛我都很划 好 那現在第十二 十二頁 你講 阿力山大大帝之後 國家分年 是的 你看到分開幾個顏色的 黃色綠色 在非洲 阿力山大大帝 本身建立了一個城市 叫阿力山牆 然後 然後 猶太人 也會有一部分人 去了這裏 僑居 慢慢 他們就是 會不懂得希伯萊文 因為 會變成日常 都是用希臘文 這樣猶太人 大概在公元前 三至二世紀 就將舊了博書 就在阿力山大帝 這裡 稱為希臘文 叫七十年是本 是的 就是因為希臘帝國用希臘文 而後來的羅馬帝國也相當多用希臘文 於是 記住 即使在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的時候 中途 在各地宣傳福音的時候 為了方便都會用希臘文的聖經 當時流行的語言是什麼 是希臘文 是希臘文 慢慢慢慢才叫拉丁文 是的 教會最早期說什麼文 希臘文 是不是希臘文 我們去到達馬蘇教宗的時候 才大量用這個 想用拉丁文 拉丁文 達馬蘇教宗是什麼年代的 三百多 是的 已經第四世紀了 好了 不過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實 波斯統治之後 到希臘統治 希臘有兩次 即是無論是埃及的希臘人 即是埃及的 在埃及的那邊 在埃及的那邊 都來到統治的時候 其實 有太人受很多苦 嗯 出現一個馬加伯來造反 公元前167 馬加伯來造反 原來 很短暫的幾十年 他們呢 他們呢 有一個 可以說呢 比較自立 是的 的一個政治 所謂的獨立 所謂的獨立 是的 但是不過呢 很快的 公元63年 公元前63年 公元前63年 已經怎麼樣 羅馬 將領興起 就叫蓬佩 蓬佩大將軍 就已經 大家去到第十三頁了 是的 是的 就已經攻陷了耶路實藍 是的 所以呢 耶穌的罪狀派三個住民家 蓬佩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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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賴蒂文 賴蒂文 那你就不明白 那還有 還有 很小心這裡 因為是這樣 早期教會 因為基本上都講蓬佩萊 蓬佩萊 你看到全福音就知道了 他是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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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外邦人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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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用什麼文 當然是希臘文 他是外邦人 奴家自己的書 這個人 他是希臘人 他是其他人 是哪裏 是安安提約 基啞出生的 你想想想 想想 總結教會的文件 文件 基本上是希臘文 如果他要求旧約經書 你會不會找到希伯萊文自己再譯的希臘文 或者順手就拿阿歷山大利亞的七十年事館來用 所以很基本 我們發現他是就守的 已經有的了 譯了的了 那個七十年事館他有用了 因為寫的都是什麼 希臘文 好了 那你要記得這個過程 那現在十四頁了 公元七十年了 公元七十年 公元前六十三年了 羅馬人跑去自助 耶路斯坦 還要整個什麼 傀儡皇帝 大可樂德 是吧 注意公元七十年了 就是由於猶太人 激托 是的 羅馬將軍激托是攻陷了耶路斯 毀滅了那個 是的 聖殿付諸一句 為什麼 因為有造反 是的 造反 要注意一下 稍後讀希伯來宣 就是這個階段 就是這個階段 有人前 還有人後 別管你前前後 你站在這裡看 就是在這樣的關鍵裡面 聖殿不見了 是的 不再存在了 是的 公元七十年 這樣還有七十年至九十年 有一幫經師 在一個地方叫做 什麼 JA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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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們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確定猶太經驗 那他們的確定很簡單 當時找到的希伯來文的經驗 就算是他們的正點 這個無後非 為什麼呢 你那時候要抗拒著什麼 其他文化的侵入 我不要希臘文化 我不要羅馬文化 所以用他們的文字寫的 我都怎樣 不要 那要記得這個背景 記得這個背景都很危險 為什麼呢 我們後來知道 其實 我們所講的一些 就是 智慧文學 就是說 沒有先知之後 直到 生約要寫之間 那段時間的智慧文學 有些 他們認為 當時如果找不到希伯來文 那就不算了 總之 我當時找不到希伯來文 那又怎樣 那就不要的 不歸這個猶太經 就不要了 那一會兒再說下去 但是公元1335年 很重要的 羅馬皇帝哈德良 又是由於另一個叛變 他就決意毀滅耶路撒冷 將這個地方 另建一個羅馬式的城市 進去耶路撒冷 進去就弄死他 那就是徹底要將耶路撒冷 變成一個羅馬的城市 那其實呢 這裡都很感謝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還記得 哪個地方建了什麼廟 什麼地方建了那個廟 所以才能找回 耶穌的墳墓 或者找回聖殿 很多東西 因為那些廟 就成為了一個 可以說得標記 那些人記得 在這個座廟那裡就是了 就是那個地標 那各位 講到這裡了 我們回去看一看的頁 是這個 第八頁 第八頁 你見到 《詩高聖經》的《新舊約傳書總論》裡面 在這裡的第二段 在1968年出聖經的時候 就說到現今 只是找到希臘原文的幾卷書 包括巴勒克多比亞 有蒂德 馬加伯上 馬加伯下 智慧篇 和德訓篇 這七卷書 因為找不到希伯來文 所以就不算入猶太經典 不是了 不是師公說的 是那個什麼會議 猶太人說的 猶太人自己說的 因為他找不到 但是自古以來 天主教會一直都是 奉希臘文的七十言事 而七十言事本來有這些的 有 有這些的 因為他們是希臘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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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繼續有這些的 所以天主教會呢 其實 中正教會都是 是 因為中正教會都是希臘文的 都是希臘文的 所以不是一直都有的 一直都有的 所以 現在你看到用紫色 我們說 鮑綠克 多比亞 有蒂德 馬加伯上下 跟著是什麼 智慧片 一份片 一份片 一共多少 七卷 想不想那七卷 馬加伯上馬加伯下 七卷 困難在這裏 這七卷我們算是正經的 正典 開始問題了 到了十六世紀 是啊 十五十六世紀 西方的宗教改革 那生教的弟兄呢 《逆聖經》 《逆聖經》 《逆聖經》的時候 居然 剪掉這套書 是啊 為什麼呢 他們想跟回猶太人的經驗 《逆聖經》 所以他們又用 《逆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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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 他們用的聖經 其實教會的傳統不是的 教會的傳統一直都用 《逆聖經》 所以有他們的 可能我們不用了這麼多 不過我們看看 其後的發展 很可能幫我們 看闊眼光 看一看 不只是護教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看 我要跳 二十四 什麼來的 你看到有一個 這個 西伯萊文 那些是西伯萊文 西伯萊文的殘卷裡面 這個內容 這一卷的內容就是 是德訓篇 其中三 好像三十九到四十二章 的西伯萊文 西伯萊文 各位 而這個殘卷的貪名 是公元後 73年 在哪裡發現呢 就是在今天 以色列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叫馬薩達堡 這個馬薩達堡 我那張照片也是在那裡的 是大克樂德起的一個皇宮來的 而在這個城 就是迪托將軍 攻陷耶路撒冷之後 跟著北上 不是北上 南索 南索 有一部分的猶太人 躲在那裡 死守在馬薩達 守了三年 三年就是公元73年 終於被狼馬人攻陷了他 所以 今天找到的德訓篇 德訓篇 這一個殘片 是1960年代 在馬薩達發現 是竟然發現到 德訓篇 是說 當時 應該估計 Jermia會議的時候 說找不到希伯萊文 所以他們不承認 德訓篇 新格又 計人家 執人家的說法 又不承認德訓篇 現在突然出現了 希伯萊文 原來有一部分編劇 希伯萊文 所以這個 也都將這個學術 可以打開 可以導悶 再研究一下 是的 好 那現在 我們立即看一看 我們的 怎麼分佈 我們在15頁 這個參考一個外民的網站 關於猶太的證典 首先知道 東正教 承認50卷 天主教 46卷 即是46還是45 就要看你算不算 耶林米 愛哥是一卷還是兩卷 新教 39卷 而新教的39卷 實際上是等於 猶太教的 塔納克 塔納克 的24卷 那你說 塔納克 导新教的 Masoretic Text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什麼呢 Jermia會議所 所釋定的 你說Masoretic 其實很後期 因為 它要加回 一些響音 標點 是的 以至到它能夠 保存它的發音 它的讀法 是正確 無音 一般叫做Masoretic Text 是的 好了 那你看看 我們現在我們站著看 你什麼都好 你還要站在那個地方 你不可以站在九龍 同時站不斷的 所以我們站在哪裡 天主教 紅色 紅色那裡去看 是紅色那裡去看 去比對 其實很簡單 天主教跟的 基本是這個 Septogen的排法 而基督生教跟的 都是Septogen 就是天主教那些 都是天主教那些 都是那幾卷 是的 它認為沒有那幾卷 那跟著東正教的 都是Septogen 所以我們看下去 應該是說 我們用 基督信仰的一邊 去比對 猶太的一邊 那大家會明白 好 台灣 藍色的 就是猶太 經權 是的 我們所講 衛生書 蒼西記 出谷記 立美記 還有什麼 戶籍記 生命記 沒有問題 是的 好了 那跟著 我們叫它歷史書 是的 看到嗎 70年事本 聽為歷史書 是的 歷史書 分類法 但是呢 Tanak 就是那個 那個 猶太人 就叫它做什麼 慈仙之書 但是都要注意 我們煲了一些 比如說 盧德傳 歷代 即我們的編年紀 編年紀 上下 還有一個 奧斯德拉上下 奧斯德拉 還有艾斯德爾 這些都是 是的 艾斯德爾 艾斯德爾 關於聖錄 聖錄 聖錄 或者聖卷 聖卷 聖卷 他不算是先知書 是 不算是先知書 是的 好的 好 那繼續吧 我們講的 就是 智慧文學 智慧文學 和聖詠 這樣呢 猶太人叫什麼 聖錄 那些寫書 你看得到 基本上是一樣的 不過要補的 智慧篇和德文篇 你嘟嘟嘟 一會兒 不急 要補的 要補上邊 即是說 我們剛才說 在第16頁的 聖 那些 要補給猶太人 不要這樣笑 好了 補完之後你就發現了 今天我們讀的智慧篇 不在這 德訓篇 不在這 但是東正有的 也有的 是 是正典來的 因為 有希臘文 不簡單 那困難就是越來越 德訓篇 你當時就說沒有 現在又找到一些 那就是怎樣 德訓篇除了密沙達找到 好像死海都找到 一定 得分篇 你慢慢找吧 是啊 繼續找吧 我們打開門多一點 是啊 好 那就繼續看下去了 後仙之書 我們就叫做什麼 大仙之 大仙之 和小仙之 大仙之 多少個 大仙之 天主教說四個 伊撒爾 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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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進入了耶勒 耶勒 看天主教來講 耶勒米亞 埃哥和巴勒克 都等於是耶勒米亞的 你看看 小心 在猶太經卷裏面 耶勒米亞的埃哥 是聖樂 那 Daniel 他也是聖樂 都是聖樂 所以猶太教的大仙之 或者有著作的大仙之 是 伊撒爾 耶勒米亞 和巴勒克 好了 那要看 巴勒克 找不到這個 希伯林文 所以 他們兩個都沒有 新教和猶太教都沒有 東正教 是有的 好了 然後有一卷很特別的 耶勒米亞書信 是 原來還有一卷叫耶勒米亞書信 只有東正教 是 有 稍微正確 我們就沒有 天主教都沒有 就是七十年事本沒有 沒有 那還有聖名 一手都是 是 好了 那現在呢 去到最後了 我們叫的小知先知 那 東正教有 天主教有 是啊 基督神教有 是啊 那麼厲害 猶太教都有 不過他們是一卷過 就是一卷抄了 是的 這個就是24和39的分別 是 一卷包了 視為一卷算 對了 各位 今天我們講解這些 是希望給大家明白 這個我們所講的聖經 嗯 其實不是一本書 是一個圖書館 嗯 如果你用 Labibia 這個是雙數來的 是啊 這個就是 Bible 這個就是雙數 是很多 是 The books 是 The books S響一點 The books S響一點 那你就不明白 當然 裡面 是 是 就是這樣 可能天主要跟別人玩啊 玩啊 玩啊 盡信書就怎樣啊 不如無書啊 因為主要是一個生活 即我們能夠定到這些書卷呢 都是在生活的 是 在聖傳裡面 在聖神的光照下 我看回我所信仰 嗯 那個consolity就 在哪些書卷呢 正如陳建成是一樣的 好了 那這個呢 讓我們就停在地下 就是讓我們多些的反省 今天我們所讀的啦 啊 不是啊 我們都要有些結論 先啊 不是 拆一頁 天主在古時 曾多次 並以多種方式 寂著先知 對我們的祖先 說過話 但在這末期內 他藉著自己的兒子 對我們說了話 天主立了他為萬有的成計者 並藉著他造成了宇宙 他是天主光榮的反映 是天主本體的真將 以自己大能的話 支撐萬有 當他敵除了罪惡之後 便在高天上 坐於尊威的游變 他所承受的名字 既然超越眾天使的名字 所以 他遠超過眾天使之上 這段是希伯萊書 希伯萊書 開頭的四節 他特別是說到 天主在古時 曾多次 並以多種方式 藉著先知 對我們的祖先說話 他們是指著 天主曾經 以很多種方式 在猶太文化 藉著先知 對祖先 對祖先說話 是啊 非常之簡單 我見你講得這麼辛苦 我們立即看一看 有兩間會堂四十一頁 四十一頁 這個 四十幾 四十一頁 我對 四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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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頁是甚麼 阿里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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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會堂 最重要的那個 少少瓜 在公元1280年 你已經見到 有猶太的團體 在埃及 武貴父 在當時 由希臘的阿里桑 大帝 建立的阿里桑 在成 可以逆七十一頁 時半 這個第一頁 第二頁 再落葉 這個羅馬 羅馬 羅馬今天的 另一個會堂 這張照片很漂亮 很漂亮 是啊 那你忙一忙 要記得 話說羅馬的猶太人 由阿里桑 做買賣 傳教最重要是做買賣 移民 包括一些奴隸 奴隸 一些奴隸 就去了 好啦 所以那些古老的會堂 都告訴我們 不是啊 現在講希伯來書的背景 有人說它是七十年前 七十年前 即是說 這個 毀滅耶路撒冷的聖殿 之前 有人說 它毀滅了聖殿之後 總而言之 有人說 是阿里桑 阿里桑 那一幫猶太基督 寫希伯來書 有人說 是羅馬那幫猶太基督 寫希伯來書 你要記得 猶太基督徒 是 他們承不承認舊約 承不承認新約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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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約都沒有寫成 有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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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幾頁承認 第21月 第21月 天主在古時 曾多次以各種方式 值著先知 對我們的祖孫 先講過話 就是舊約經券 是 犹太經券 犹太經券 是吧 不單著這個末期 即是說 到了這個時間 就藉著他的頭子 對我們說話 放生的聖言 天主見不到 現在見到了 在哪裡 所以 天主立他是 萬有的繼承者 直他創造宇宙 這個舊約的說話 接著他天主光榮的反映 天主本體的真像 他來到世界 天主你見到 以自己的大能資產萬有 敵除罪惡之後 這套暗善 他在十字架上 是 在他高天 座於尊威者的右邊 他講了整個 耶穌基督的 那個位置 為什麼我要擺在這裡 小心 我們今天站在哪個位置 我們站在基督徒的位置 看到嗎 所以你經常都講的 哪位啊 是不是 你那個聖徒 什麼新約 舊約 在新約裡面 新約在舊約裡面 說 新約隱藏於舊約 舊約 張顯於新約 是不是這樣 是啊 是啊 算了 這個誰說的呢 好像是 你自己找啊 公公 很難會了 教宗 所以各位 我們看聖經要小心 不要斷章出現 我們基督徒 一定 是要以耶穌基督的眼光 去看回整個 啟示的傳言 啟示的過程 以及啟示的內容 不可以執著於 某一個舊約的書卷 就停在那裡的 所以我們要完完整整的 就是整部 教會承認的 整個書卷 是啊 一個天主教 一個天主教 那麼 一個有多少 你說一個有多少 多少個卷啊 舊約多少 46 新約多少卷 27 OK 這樣搞定 所以教理書就說 在信仰的一致性之下 去看聖經 是啊 沒有斷章出現 是啊 以耶穌基督 他這個岸生成人的事件 作為 整個啟示 打開聖經的鑰匙 整個啟示的高峰 也就是完成 好了 那 離開耶穌 沒有法治的 那我們呢 去到 22了 剛剛收到門書 是啊 我值得推薦給大家 去買本啦 去買本啦 不過要好地提 你不明白 不要緊的 我希望有更多人為你講解 你聽我們的道上都會用的了 聖經門狼 是啊 是啊 他不用道然啊 不用這個入門啊 他用很具體門狼啊 就是你要經過他入聖經 那這個聖經正典的書目 那你都可以參考啦 七十年上主教 那23頁啦 那聖經的組成與編章 那年份啊 那年份啊 那這些是非常之好的 那請大家繼續看啦 好啦 那24已經講了 我們現在發現到 那時候一百年的時候 公元後一百年間 認為沒有的 喜伯雷民的經驗 現在是有 特別現在這個呢 得份編 好啦 那今天講智慧編 現在是25頁請你 是啊 按施高聖經講的智慧編的隱言 這本書也都聽 本來的名字叫做薩羅門的智慧 那是有個托古 托名於薩羅門的用意的 那樣呢 就 施高就說這本書大概是寫於公元前150至120年 那而符和德神父的意見呢 可能是近至公元前50年 也都有機會是舊約的最後成書的一卷書 那是為那些僑居在希臘文化中的 猶太僑民所寫的 目的是教訓和安慰在國外的猶太同胞下 堅固他們的信仰 所以呢 他是特意用希臘文來註術 而且採用了很多希臘哲學的術語 那阿福啊 富和德神父就說 甚至可能是遲到公元前50年 很近耶穌時代 很近耶穌時代 好了 那大家明白 尤其是施高都說 他特別用希臘文寫 不是希臘文寫 明白 好 那我們看看 26頁 那本智慧篇的分法 前篇1至9章 是講智慧的重要性質效能等等 這樣 後篇10至19章 我們今天讀是第18章 是以聖祖的歷史 來證明智慧的偉大成就 和對人類的比憶的 好了 我們這樣就去到第27頁 聽一次 不是還要講講 今天《施高聖經》 是按照拉丁碰行本 因為他用一個括弧括著的 方括口 方括括著的 是他用拉丁碰行本 去作為他的翻譯的抵告 OK 好了 大家要記得 他寫什麼時候 他寫在智慧文行這個過程 是說他們受著什麼 希臘文化 希臘文化的壓抑 看到嗎 就是你在想 就是你在想 特別的移民的心境 在羅馬文化下 那種的淒涼 嗯 但是又想保存自己的身份信念 是啊 就是很多次 你在馬來西亞 看到他怎麼隆重慶祝 這個叫做什麼 農曆新年 隆重慶祝中秋節 是吧 你看唐人街怎樣 倫敦唐人街 哪裡 想保留一些 自己 民族的 一些信念 好 麻煩 公讀智慧篇 公讀智慧篇 我們的祖先 因此都心安神樂 所以 你的子民所期待的 就是異人的救援 及仇人的滅亡 你怎樣懲罰了仇的 也怎樣光榮了我們 為召叫我們歸向你 善人的聖結子孫 都曾在暗中獻祭 同心合意 丁立了神聖的盲藥 為使聖徒同金共苦 並同唱了列祖的讚美歌 上主的話 感謝天主 我突然想起 這篇如果是在 歷山大利亞寫得挺漂亮 是吧 就是好像 在泰晤士河旁邊 寫的 是啊 是啊 是吧 那你就明白他在說什麼 我們的祖先 曾預先得知過一夜的事 確信 自己所相信的誓言 天主的話 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都心安神樂 就是他 心安神樂 為什麼呢 可靠的 可靠 他在說那一夜的哪一夜 我試過有一年讀經 讀完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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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一夜 是指哪一夜 就是聖周六 晚上 讀過一篇 出谷紀 以色列民 過紅海 離開埃及的奴役 那一夜 因為那一夜 在整個猶太 文化傳統 為什麼他們 年年要在 彌善月十四日 過月節 重述 天主拯救以色列民 的時跡 就是為了紀念 天主是拯救他們的天主 這個那一夜 在整個選民的文化 他們世世代代相傳的經歷裡面 成為天主拯救他們的名證 所以他們由此確信 自己知道所相信的誓言 當我何可 你看看那一夜 我都記得 我們走如月中 都不斷說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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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一夜 發生過什麼 你就不用怕 因為那一夜 都會怎樣 繼續下來 天主不斷在做 不斷在 我知道我們所期待的是什麼 是啊 天主可教的 是啊 天主可教的 是啊 天主可教的 好了 那接著到現實了 是啊 在太吳葉市河邊了 為什麼 你很想回香港啊 在太吳葉市河邊你想回香港啊 是啊 那你的子民所期待的呢 就是以人的救援 仇人的滅亡 天主的光榮 圓榮光 圓榮光 是啊 再點起蠟燭 的時候 是啊 那你要記得 它是阿歷山大利亞 如果它在那裡寫 那你就明白 一方面 它說那時候的那一夜 但是那一夜成為 經典的一夜 這一夜都會再出現的 因為那時候 你的子民所期待它會得實現 是以人的救援 仇人的滅亡 仇人的滅亡 榮光 要出現 懲罰你的仇敵 我們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 那現在要怎麼做呢 它又會來了 我們要團結的 我們要堅持 所以它說什麼 以人聖結的子孫 都曾在暗中天職 為什麼要在暗中 因為它受著 可能外邊的迫伯 不敢公開都可以的 不過 同心合意 大家都要結盟 神聖的盟約 跟我們 使信聖徒 竟然是聖徒 很近 很近 同金共虎 唱了一首獅子山 是 你早的讚美歌 你記得 出谷之後唱的 米黎宇恙之歌 那個是米黎宇恙之歌 出谷幾十五章 就是我剛才說 太吳士河 唱這個 叫做什麼 獅子山下 有柳榮光 那你明白了 就是為了大家明白 你要將那個事實 我們在經歷的事實 去放在那裡 阿忍你會明白 看到嗎 為什麼我們用這麼多口水 去講那個背景呢 就是這樣 你要明白 當時它在希臘和羅馬的那種 文化壓迫之下 是啊 於是呢 他們就 有這樣的盼望 那一夜 我們堅信那一夜 所以我們到現在 我們不怕的 心安心樂 因為是可靠的 我們要期待的 就是那一天要到 以人的救活 受人的滅亡 可以再一次榮光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做些什麼 我們要團結 一起 堅持我們的信德 在暗中堅制 然後呢 同甘共苦 而且我們繼續要唱 要繼續唱什麼 獅子山下 所以是真的明白了這個背景 你才容易知道你在讀什麼 如果問我怎麼說 怎麼當你出席 我都不是很明白的 是啊 現在你明白了嗎 我各位 我覺得你應該明白 如果我們不在現實生活去看聖經 聖經是不會明白的 當你在現實生活去看聖經 你明白的 還有今晚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我希望沒有事情發生 那你就更加明白 所以我們有福的 我們明白 很多人不明白 因為他沒有經歷過這種 內心的苦痛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證明 但是當你在經歷的時候 你明白 很簡單 很簡單 一只讀喜伯來書 你就更加明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今天的智慧片 跟第二篇《聖經》 多點關係 多點關係 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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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緊 那你就唱定他 尚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真是有福 尚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真是有福 請看 尚主的眼睛 尚主的眼睛 尚關注敬為他的人 祂的相目 尚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尚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尚主選為自己帶 Baltimore 尚主求祢向我們港師祜愛 尚餘我們對我們的期待 尚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尚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真是有福 好了 我們去到 Miles 23rd 第29頁 第19頁 第30經頁 他說:「明我整選選人的聖榮 三十三篇 我們在第29頁看到他的聖質是詐美斯 他說沒有題目 所以猶太人稱他為孤兒詩 就是說你在第一節開始 他沒有告訴你是誰寫的 這首詩歌不知道是誰寫的 就好像孤兒那樣 所以有這個孤兒詩的說法 一至五節可以說是一個忍言 就是對二人的邀請 二人你們應向上主踴躍歡呼 因為正直的人你應讚美上主 那就叫大家彈琴 感謝上主彈奏十元琴 讚頌上主 在第三節說你們應向他高唱新歌 新歌是什麼呢 在旁邊都說新歌是指特別的歌 是一些感恩聖詠 例如四十、九十六、九十八、一、四、九 以及伊撒二雅先知書的四十二章都常用了 不過伊撒二雅四十二章第十節 你就知道是屬於第二伊撒二雅 所以會不會新歌是指充軍後的歌呢 就是說原來的讚美詩 是譬如我們在二十八頁裡面用了一幅圖 是米尼昂出谷之後 出谷幾十五章 以色列民過了紅海之後 米尼昂所唱的所謂的勝利之歌 那他們這首歌可能是 以色列人呢 代代相傳傳了很久很久 直到他們衝軍了 第二個階段的時候就有新歌的這個名詞的出現 即不只是米尼昂了 是的 第二個出谷的經驗 不要想回舊時了 是的 我們現在就以身 看現象了 重新經歷了天主的拯救 是的 所以我們要唱的新歌 再不是看回以往的首歌 是的 有新的意義 好了 接著第四節說因為 這些因為你看在第四節、第六節、第九節都有說 這些 他們叫大家讚美尚主 因為他做了些什麼 他做了些什麼 表達出讚美的理由 從而是邀請 激發百姓全心全意去 讚美尚主 這樣 一至五節可以說是一個隱言 第六節 就是讚美天主以他的話 創造萬物 因天主的一句話 諸天造成 尚主的一口氣 萬丈 生成 等等 這裏六至九節說的 讚美天主的創造是很接近創世紀第一章的 即是很簡單的 可能接著四百年了 有這樣的可能 好 接著上主 第十節 我講的四百年 公元前 我幾時都講公元前 即是創世紀第一章 第十節到十二節 讚美尚主照顧和揀選了我們的民族 他說 很有趣的 第十節和十一節 尚主使異邦的計劃無水 使萬民的策略廢墟 但是尚主的計劃永恆不變 他心中的謀略萬世常存 似乎是有些暗示 天主很奇蹟地解救了耶路撒冷 如果你在選民的歷史裏面 最早可以找到的 就是希特克雅 南國猶大一個很好的軍王 他有一次被亞術王薩拉克尼布 公元前703年 攻陷了猶大四十六個城 而當時希特克雅 病得很緊要 一個很好的軍王 病得很緊要 國家危在單直 耶路撒冷隨時被人攻陷 但是突然之間 薩拉克尼布打敗仗 他要翻蕭回朝 這樣耶路撒冷就平安了 這個經歷會不會是影響了這一段的寫成呢 從此之後呢 這首歌呢 就成為了在所有重定盟約的節日 所唱的歌 那你經常講來講那個叫做什麼 米黎漾啊 誰呢 米黎漾梅塞的妹妹 他三兄妹自己搞定啊 梅塞阿哥叫什麼啊 阿朗啊 那梅塞的妹妹又叫什麼啊 米黎漾啊 Miriam啊 主母啊 主母啊 在《智慧書》裏面講的 就是他一種處境啊 那所以 請安上著你的眼睛 上關著敬慧他的人 他的傷目上捐固靠幾乎的人 為使他們的性命絕變死亡 使他們基緊時生活如常 有機會呢 那時候就是這樣了 是 這個聖榮呢 很連接得到的前面智慧篇 很連接 從唱列祖的讚美歌 其實好像這樣就完了 跟著就唱了 唱這一篇歌呢 就是 尊上主為自己天主的民族 真是有福了 上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真是有福了 就是參與選民的期待 記得那一夜的期待 去相信呢 天主會拯救我們呢 是真是有福了 這樣從中呢 我們去體會到呢 上主是照顧最窮苦的人的天主 好 那我們看看呢 直接看《勞家福音》 因為都說時候不早了 31節《勞家福音》的引言 我們都看過了 不多說 是的 32頁呢 都是綠色那裏 今天我們繼續讀大冊文 耶穌在前往耶經的途中 邀請我們去做他的門徒 跟隨他 33頁了 19主人 是的 這樣 你醒悟的勸言 是的 然後 34頁這一段 經文呢 其實我們 上個主日呢 說什麼人的生命 不在於他的資產 的時候呢 就已經 預先讀定這一段 就是 人呢 比非鳥更加尊貴 比百合法 那你不用休啊 是啊 什麼都不用休 不用休 尋求他的國啊 你尋求他的國 一切都會給你 你首先尋求他的國 你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沒有擔心 你的天父知道你要什麼 這個呢 是上個星期 是的 跟這個星期之間 紅色那段呢 就是今個星期都讀的 就是給大家治愈才知道 接上去 相問是什麼 那你就明白 現在我們要讀天文 好 那我們直接讀 第三十五頁 公讀聖路加福音 那時候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小小的陽棍 不要害怕 因為你們的父 喜歡將天國 刺給你們 要變賣你們所有的來思社 為你們自己準備不老的前落 在天上準備取之不盡的寶藏 在那裏 道賊不能走近 道蟲不能損壞 因為你們的寶藏在那裏 你們的心也必要在那裏 你們要促上要點著燈 應當如同伯仁等候自己的主人 由婚宴回來 為的是主人來到 一敲門 就立刻給他開門 主人來到時 所遇見醒不著的那些伯仁 是由伏地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主人要促上腰 請他們入席 自己親自是由他 主人二間來也罷 三間來也罷 他所遇見醒不著的伯仁 是由伏地 你們應該明白這一點 如果家主知道道賊 何時要來 他必要成誤 決不容許自己的房屋被滑穿 你們也應當準備 因為在你們 料上不道的時辰 人子就來了 百多六說 主 你說這個比喻 是為我們 還是為眾人 究竟誰是忠信 和精明的管家 不是那受主人委派 管理自己的家僕 安時分配食糧的人 嗎 主人回來是 看見他如此行善 那伯仁才是由伏地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主人必要委派他 管理自己的一切財產 如果那伯仁心裡想 我的主人必會遲內 他開始敲打撲鼻 也行 也汗 也醉走 在他料上不到的日子 不知覺的時下 那撲人的主人 就要來到 必要剷除他 誓他與不信的人 遭受同樣的命運 那知道主人的旨意 而偏偏不作準備 或竟然不奉行他自的僕人 必然要多受敲打 那不知道 而做了該受敲打之時的 要少受敲打 及誰的多 向誰要的也多 交託誰的多 向誰撒取的也格外多 上主的話 基督我門下美麗 好辛苦 真是耶穌語錄 明白了明白了 我想今天真的不用怎麼說 我們用幾張照片就夠了 是的 很有趣的 耶穌不是叫你 不要祂給你的 耶穌 天主給你很多東西的 問題就是你怎麼用它 你要用好它來施捨 施捨 路家很鮮明地說給你聽 是的 施捨給窮人 你不是要一個 賣掉它 賣掉它做什麼 幫窮人 是 幸窮的人是有福的 是的 只有這樣 你的心在哪裏 你的寶藏在哪裏 寶藏在哪裏 而且只有這樣 你為最少兄弟所做的 就是為我而做 你在天上自乎 好了 這個 清楚了 不用多說了 然後發展下去 就說另一個比喻 就是你要促上 發展著 你要促上腰 點著 等於 跟一個奴人 等候主人 由婚宴回來 然後有第二個 就是講賊的問題 是的 如果你知道賊什麼時候來 你一定不會睡覺 這個就回應上一次 那一段 那段什麼 那個庫翁 張 起過了一些倉庫 是的 然後就說 我又曬了 享受了 誰不知 那晚就收回 收回他的靈魂 那這個就是隨事隨地 那兩張相也都解決了 大家的思想 其實他也都說 耶穌自己說 在你了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 所以他在說人子 他自己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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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anticipate 就是 將他 在耶路撒冷業發生的事 和他 在天上 在父的右邊 末世的時候回來的事 是的 聯邁一起講的 是的 好了 那 37頁呢 就在這個時間 就算那個百多路 百多路竟然有句話說 主 你講這個比喻 你講給我 你聽 你講給大家聽 我真的都明白 我怎麼會這樣問 我都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問 耶穌公開講 人人聽 你想不做 百多路 他真是很有趣的 然後主人就問 誰是忠信和精明的管家 你自己想 管家 你自己想 我交給你 當然是叫你做 是啊 是啊 你自己想 做問 所以百多路 是扮演了一個下巴的角色 給耶穌去上巴 大家明白 有時候對話 閒談都是這樣的 一個做上巴 一個做下巴 所以百多路那個鼓 你明白什麼叫上巴 不明白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Hernest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講你聽聽什麼叫上巴 下巴 真的給你一個位子 哈哈 是不是這樣 就是想解釋一件事 又正又犯 又正又犯 如果沒有這個正犯 那件事呢 不能夠突現 所以呢 百多路呢 講這番話 是 引出耶穌要話 是 誰是 你聽了你就自己 打 是 跟著呢 到38年 我給他一張照 給他解決 是吧 就是如果 你以為他有牌子還沒來 就在那裡 還衰 是啊 所有事情都做了 是啊 敲打 撲屁 也害 也罪走 那這個日子來到的時候 就措手不及了 那耶穌就警告 是啊 喂 你知道而不做 不討好準備 那你就受的 拷打就更多了 那種懲罰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 那也有些情有可怨 所以耶穌現在講了沒有 講了的了 那講了要怎樣呢 交託都給你 給誰的多 向誰要都多 交託誰的多 向誰索取都隔 那所以呢 在這裏呢 其實呢 又對 我們基督徒 是啊 都作出一些 就是 警戒 警告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要交代的呢 都必然多的 因為我們知道嘛 所以這個和讀經一呢 都是有關的 你保存這一份期待 準備 你保存這一份期待 準備 隨便 我們每個星期看完歌羅心書 看完了 那我們今天又開始看希伯萊書 不過不是由第一章開始看 是十一章 那一至十章 應該是說 之前那些呢 你原來呢 在月年的 上年期的尾 二十七到三十三主日呢 我們看了 還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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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說沒看過 第四十頁那裏呢 希伯萊書的隱言 那今天讀的是第三段 好了 又 好了 現在 記得呢 我們當時都講過了 《聲滅門南》那位作者 馬藥室教授呢 都引用過一個意見呢 就是公元七十年呢 耶路撒冷的聖殿 被移為平地 那猶太人呢 再沒有聖殿 再沒有師祭職務 那他們呢 就開始疑問了 就是當為猶太人 又信仰了耶穌基督是墨西亞 那聖殿被會有什麼意義呢 天主為什麼會令這件事發生呢 所以 按馬托斯的意見呢 有一個說法呢 希伯萊書是在羅馬 在意大利的猶太基督徒寫的 回應這個 對於聖殿啊 制憲啊 施制啊等等這些疑問的 所以呢 我們在四十二頁呢 就找回了 那羅馬的猶太人呢 其實可能在 剛才說過了 在阿里扇斯安德里亞那裡去 那就 所以四十二呢 就是阿里扇斯安德里亞的會堂 四十三呢就是羅馬的會堂 羅馬的會堂 在第五章到第十章那裡講 關於 耶穌基督大師制的特點 耶穌基督是一個這麼高超的師制 他奉獻了這麼高超的制憲 而且他的制憲呢 是更有效果 這就是四十五頁 是的 四十五頁 就是一個從軍來的 不過呢 如果大家要補充呢 就補充起巴萊書第一章 那個序言 就是天主以往藉著 很多證人啦 特別先知啦 都講話的 今天呢就藉著他自己的聖子 耶穌基督 這個是真仗的本體 是的 OK 耶穌基督顯現的自己 好 我們看四十六頁啦 公讀自欺白來人書 弟兄姊妹們 信得是所希望之時的擔保 是未見之時的確證 先人們因這信得 都曾得道報養 恩著信得 我們知道普世是值天主的畫形成的 看得見的是由看不見的化成的 恩著信得 阿伯爾向天主奉獻了 比加音更高貴的祭品 恩著信得 阿伯爾被包揚為異人 因為有天主為他的工品作證 恩著信得 阿伯爾被摩擬 阿伯爾被摩擬了 阿伯爾被摩擬了 叫他不見死亡 世人也找不著他了 因為天主已將他摩擬 原來被接去之前已有了終越天主的名證 沒有信德是不可能終越天主的 因為凡接近天主的人應該信他存在 且信他對尋求他的人是賞報者 因著信德落握對尚未見的事得了啟事 懷著敬畏製造了方舟為救自己的家庭 因著信德他定了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義的承繼者 因著信德阿巴郎一蒙照損 就清命前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 他出發時還不知道要到哪裏 因著信德他作客他鄉 旅居在所應許的地域 與有同樣因許的承繼人 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帳幕內 其代著那有堅固基礎的成 這成的工程師和建築者就是天主 因著信德連石裏薩辣雖然過了適當年齡 也獲得懷孕新子的能力 因爲他相信那應許者是信實的 因此由一個人且由一個以界慕連的人 生育子孫新子孫 有如天上的星神那麽多 又有如海邊的沙粒 不可勝數 這些人說未獲得所因許的 就懷著信德死去 他們須只有遠處觀望 便表示歡迎 並明認自己在世上 指示愛方人和旅客 的確說這些話的人 是表示自己正在尋找一個家鄉 如果他們仍懷念所離開的家鄉 他們還有回鄉的機會 但是 事實上 他們現在所渴望的 是有一個更美麗的家鄉 即天上的家鄉 因此 天主自稱是他們的天主 又不以他們為此 因為天主已給他們預備了一座聖 因著信德 阿巴朗再受師探事 獻上了伊撒格 阿巴朗就是那承受了因許的人 但他卻獻上了自己的獨身子 原來天主曾向阿巴朗說過 只有伊撒格所生的 才稱為你的後裔 阿巴朗深信 天主有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的能力 因此 他又得回了伊撒格 以作御象 相主的話 感謝天主 其實 因著信德是露獨下去露獨下去的 先人們因著信德 曾得到包養 接著就說了 又說阿伯爾 是嗎 那個 阿樂克 樂厄 阿巴朗 石裏 阿朗 又回頭又說阿巴朗 獻這個獨身子 雖然一連串的 是些舉例 不過大前提是甚麼呢 大前提是要留意第四十毛頁第一句 一齊讀 信德是所希望之時的等 是未見之時的確認 那我們想想一想怎樣呢? 我就想起結婚 其實結婚就是這件事 是憑著他信的 大家都說過信 是不是? 你信他愛你到底 不是你信愛他 他愛你 是愛到怎樣? 因為你怎麼說的? 無論是環境信益 疾病健康 尊重你 終身不遇 與睡鑑我的意願 所以我想起婚日華家 所以我才覺得 這個信德是什麼? 原來就是 我已經看到的了 不過是憑著信德 是所希望的事的擔保 未見之事的確證 那我喜歡這張照片 就是在婚禮之中 他們兩個面對著什麼? 十字架 他們攜手 跟隨基督 攜手 我忘記了 我應該給了一條絕來的 有一個東方禮他們的方法 是拿著十字架的 揹著十字架 是啊 十字架就是這個擔保 就是保證 是啊 十字架是擔保 天主這麼愛我們 甚至為罪人而死 死在十字架上 可以證明天主多麼愛我們 所以我們相信 以人恩信德而生活 就是這裡 我們相信天主的愛 相信得這麼深 所以這個信德 就是我們盼望的事的擔保 未見之事的確證 接著他就舉些例子 是的 那有大段 就是這個四十七頁的 我們今天沒有讀的 是啊 沒有在讀經後 沒有讀的 那大家自己看吧 是啊 是不是啊 那加陰 阿伯爾 當然是阿伯爾 那個叫做哈洛亞 哈洛亞其實出現了很短 是的 那落鴉更加 為什麼呢 幸好他有信 要不然你不進那個方舟 就進全軍覆沒的 好 那立即就說阿伯爾 阿伯爾 那幾個圖片也可以 是 看到嗎 阿伯爾 他最初就是牧民族 看到嗎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 不知道去哪裡 那個七八羅書 就由這裡發展了 阿伯爾明白到 世上只是女居的 是啊 在期待著一個堅固基礎的城 這個城是天主做工程師和建築師 所以後來的呢 是不是 後來的呢 耶路撒冷 所以呢 但是很重要的 是的 是的 這個女居的概念 是的 就成為了 後來希伯爾 要繼續發展 發展的 那種女居 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聖殿又不見了 又沒有洩製了 又沒有那些 那就是沒有東西穩定 是的 是的 所以那個女居的概念 就是要期待著 有一個期待的 是 是什麼呢 有堅固基礎的城 就是城的工程師 建築師是天主 在這個女居之中 不等於這個漂泊是永遠 否則的話 這個是矛盾來的 是吧 你的人看望這種的 就是永恆的穩定 這樣 好了 那這個殷著信德呢 巴朗相信了天主 所以呢 他做了 離開故鄉 離開故鄉 是不是 又什麼難啊 哈拿 是的 好了 那殷著信德呢 又有什麼 石女生子 石女生子 是的 那接著你去看 天上的城 第幾頁是現在 四十九頁 四十九頁 你又提一提 這些人呢 未得到所獲的恩許 就已經懷著信德死去 這個很特別 是的 因為希伯來孫呢 他站在基督徒的立場 還未獲得所恩許的 是自明 沒見過耶穌 沒見過耶穌 他就死了 見到問題那裡 是的 他懷著信德的 是的 接著就雖然呢 他就從遠處觀望 就已經歡迎 明明認自己在世上 只是個個客而已 外方人 和類客 是的 是的 的確 說這番話的人 是表示自己再尋找一個家鄉 找一個家鄉 好厲害 不要執著這個世界 是的 不要執著這個世界 是的 如果還要懷念離開 離開 的家鄉 那還要回家的時候 因為你懷念 事實上 是渴望一個更美麗的家鄉 天上的家鄉 因為天主自稱 是他們的天主 不以他們為止 因為天主為他們準備了一座誓 這一段呢 我們用了兩張照片 是 是 一張呢 是望者的紀念 嗯 他們就是個客啦 他們這個個客之中期待著的 不是這個世界可變幻的一切 而是什麼 他們尋找一個家鄉 渴望的更美麗的天上的家鄉 他們相信天主給的 這個家鄉 是不是 那第二段呢 就讓我想起太不適合了 有 有幾多人移民離開香港 你會想不想得到 和香港的親友的見面 不會的了 都不敢想 都不敢想啦 你爸爸媽媽你會回來看他們 嗯 看到嘛 天主照顧啦 看不到就怎麼樣 天上見 天上見 有些教育跟我說再見 我為他祈禱 但是會不會再見呢 在英國見啦 在香港見啦 在北京見啦 在赤柱見啦 在黎智國見啦 未必的啦 我們就在哪裏見啦 真是天上見 天上見 就是這樣的時候呢 深存這一份 更美好的家鄉的渴望 就很重要了 這個就是什麼 他第一句所講啦 憑信德的啦 信德是所希望之時的單 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是未見之時的確定 是天主會使我們 是天家再見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張 這個呢這一張 給我上第一篇《獨經》 又是太吳士學 你是壞 壞的 又不說我學 好了 那接著去到 第五十頁了 他又想講 恩著信德 是啊 巴朗 天上伊撒格 那他還說 他讀生子來過 你居了他就怎樣 是 是 懸恨沒有啊 但是很幸運 因為他相信 天主有死而復活 使人死而復活的能力 他相信天主 會給他回伊撒格的 是的 愚作愚仗 愚作愚仗 他在講我們 是啊 天主有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的能力 所以我們天堂見 嗯 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禮拜 Ernest 講什麼道理 好了 地上和天上的產業 哈哈哈 地上和天上的產業 天上的產業 產業 產業 Inheritance 成為自己產業的百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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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家 願事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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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可以唱什麼呢 Yeru Salaam 天上間 我你非常渴望 渴望 就是這句 渴望 你這麼渴望 意掛心 嗯 很值得想的 原來我們世上是個過程來的 好啊 那我就加了五十一頁 嗯 因為剛才說 恩著順德恩著順德 恩著順德 巴朗個人的 對天主的關係 嗯 影響他的家族 嗯 跟神的關係 嗯 然後這個家族 又變成了什麼 一個民族 一個民族 這個民族的關係呢 經歷種種之後呢 一個普世的關係 萬民之父 萬民之父 你看一下巴朗就知道了 個人的神 是家族的神 是民族的神 是世界的神 所以呢 一個是上 一個是下 其實呢 是一個圈來的 可能另一邊呢 都會想一想 嗯 有時候我們看神在創作之中 是 創作的神 有時候呢 那種民族鬥爭的時候呢 是戰爭的神 你知道為什麼我想起些什麼 一些儀式形態 嗯 變成一些戰爭的神 嗯 嗯 不知道神道教都可以啊 納粹主義都可以啊 其實我也很想啊 英國學校不分 就是一些無語錄嘛 那也是良心上有公義的神的啊 人在做怎麼樣 天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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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都可以的 聖經中都有創造的神 有戰爭的神 阿威 嗯 是吧 有公義的神 嗯 是愛情的神 那你看到新約裡面呢 是高峰的表達呢 是若望 一書就說 天主是愛 嗯 那若望都要運了啊 他問 其實不是仍然是若望 嗯 應該說呢 耶穌都問過這個問題啊 人家說我是誰 你說我是誰 嗯 就是如果我沒有跟天主個人的關係 我不可以了解什麼叫公義的神 我不可以了解什麼叫一個普世價值 嗯 不可以了解一個普世的神 嗯 嗯 那所以都寫了的啊 阿幫 阿瓜的天主 這個是創造的 是 是 諾厄的天主 阿巴郎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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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是一個民族 一個民族的神 一個擺放的天主是什麼 梅瑟的天主 若蘇厄的天主 基德王的天主 三族的天主 是 多一些是戰爭的 是 沙露爾的天主 達利的天主 阿利亞的天主 正知道 嗯 但是去到最後是誰 是耶穌的天主 我的天主 若望 嗯 講 這個女人 那個叫什麼 中途中的中途 阿馬里亞 阿馬里亞的天主 好啊 那 就聽了你講咯 我們這個星期就陌想一下 多些 今生 產業 內世 好啊 五十二 天禮經 天禮經 上主 求你越納 你教會的獻禮 並以你的德能 使你仁慈所賜的恩物 成為我們得救的聖事 天主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苦聽我們的祈禮 阿馬 嗯 我們已經很久了 是 想 原最短的說話 嗯 講得最 簡單 以明瞭 嗯 天主 求你越納 你教會的獻禮 並以你的德能 你的力量 使你仁慈所賜的人物 其實你的兒子也是來的 是 成為我們得救的聖事 成為我們得救的聖事 嗯 好啊 寧主詠 耶路撒冷 請你讚頌上主 因為祂用最好的物面 使你飽餐 主說 我所要賜給的食糧 就是我的肉 為使世界獲得生命 宗兒這段 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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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雖然很漂亮的 願我們所領的共用性是拯救我們 是一個拯救我們 堅強我們 使我們在你的真理的光照下生活 哎呀Hernest 有機會你要準備那首《夜路撒冷天上架》 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會選這首的 是不是那些死人歌來的一般 但是 天上的城都很適合 是的 你讀希伯來書就不能夠沒有你這首歌 甚至你讀那個福音都是不能夠沒有你這首歌 是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耶穌就回來的 我們世上的一切都不確實的 但是最確實的是哪個 天上 好啊那阿欣 好 那下個星期8月9號同一個時間 就是道上上年期第二十主日的丙年讀經 那記得啦 下載了一個PDF一邊看一邊聽 都希望大家呢 將這個道上介紹給多些人 尤其我覺得呢 冒道謝呢 他可以了解多些 原來呢 聖經呢 是前後呼應的 可以互通的 在我們的道上 我們希望可以表達到這件事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用回這個領主後勁了 作為我們的完成的時候 對天主的責任 上主 與我們所領受的共融聖事 請救我們 堅強我們 使我們在祢真理的光照下生活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撫聽我們的祈禱 阿文 約好沙拉 天上加強 我靈飛上渴望